字幕提供 來,老師來這邊再介紹一下指數的變化 來,第一個 老師想請問一下L04番等於多少 很多同學問老師 什麼叫L04番 怎麼會有04番這種東西 來,老師來說明一下下 比如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2、3、4番等於幾?等於8 這樣行不行?這沒有問題 對吧 那老師想請問一下 2、3、4番除以2、3、4番呢 欸,老師 這分子分母一樣呢 這一看到約掉就是1啊 啊,對 約掉之後答案一定是1嘛 那指老師無聊一點 前面我們教過大家指數的運算 欸 這兩相除 次數可不可以相減 可以嗎 所以一相減下去 就產生3-34幾次? 就是0次 對吧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一相減3-34就是0次了 就產生0次這種東西了嘛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剛剛講過這兩數是不是一樣 所以約分約下去就一定是起1嘛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這個204番一定就是起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們在數學上就規定 以後只要看到A的0次番 只要A本身是一個時數 A不等於0的時候 行不行 那任何數的0次番算出來一定是起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得到以後只要看到 像這種5的0次番一定就是起1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這第一個 第二個,老師想請問一下 A的N次番分之1等於幾 一樣 老師來說明一下下好不好 比如說 2三次番分之1怎麼算 剛才講過 什麼叫1 1可以看成任何數的幾次? 0次 所以說這時候我1 我配合這個2 這個1 我硬是可以把它寫成2的0次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這個1嘛 我故意配合這個2嘛 所以1老師可以寫成2的幾次? 0次 起到這邊 相除次數下 減 所以0減3 算出來就是7 負3是出來了 所以說以後只要看到 以後次數在分5時不要客氣 直接抓上來變幾次 負N次是出來了 所以說以後只要看到 像這種 5的平方分之1 這樣行不行 這個次數在分5 你抓上來時候不要客氣 直接把次數加成 負N次 變5呢 負N次 這樣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齁 你先把這邊重點把這邊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來 來我是這邊齁來舉例說明一下下 來你看這邊齁 麻煩你一件事情 把這些分數 去把它改成指數 這樣行不行 怎麼改 其實老師剛剛講過 以後只要看到LN次方分之1 對吧齁 這個次數在分5 有沒有看到 把它抓上來 次數直接加什麼號 負號是出來了 所以說你看一下第一小題 8分級怎麼改成指數 你觀察一下 什麼叫8 8是2的幾次 3次 這樣行不行 那因為這2三方再分5 這樣行不行 刷上來之後 次數直接加負號是出來了 所以反正就是2了 負3次 這樣行不行 再看第二小題 81分之1怎麼化解 什麼叫81 81是3幾次 4次 這樣行不行 次數再分5 有沒有看到 把它抓下來 次數直接加什麼號 負號 變3的幾次 負4次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舉例下去 你看一下這邊 老師這什麼意思 老師剛才三一題的時候講過 我們上一題是把這些分數 對不對齁 把它化解成 把這些分數改成指數 有沒有看到 那這一題 反過來 麻煩你把這些指數的地方 去改成分數 這樣 了解好謝謝是吧 所以說 剛才這邊齁 是給分數改成指數 現在麻煩你把它還原 把這些指數去改成分數 下行不行 怎麼改 還是那句老話 好不好 這個數字在分5次次數加什麼號 負號 還是這個規則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你看一下 第一小題 3的-2是怎麼化解 以後只要靠次數有負號 代表說 這個數字會在哪邊 分5 所以說他可以寫成 3的平方分之1 這樣行不行 那3的平方是幾 9 所以會化解之後變成 9分之1 是出來了 再看第二小題 2的-4次也是一樣 次數有負號 代表這個數字會在分母 寫出來是2的 4次方分之1 算出來是7 16分之1 這樣可不可以 再看第三小題 然後4次這3分之2 -1是怎麼改 剛才講過 次數有負號 代表說這個數字會在分母 所以說我們在分母的地方 寫成3分之2一次次次 3分之2 有嗎 可不可以 可以要再來一次好不好 次數有負號 代表在分母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分母的地方寫多少 寫3分之2一次嘛 所以3分之2分之1 把它倒過來變7 2分之3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建議大家 以後養成習慣 當次數有負號的時候 對一個分數來講 什麼關係 倒數 這樣行不行 你直接可以把它怎樣 倒過來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看一下第四小題 5分之3的-3是怎麼改 剛才講過的 次數有負號 什麼關係 倒數 對吧 所以說次數有負號時 對一個分數來講 什麼關係 倒數 我直接把5分之3 把它改成3分之5 下行不行 所以說變成3分之2 三次 麻煩你把乘起來 答案是7 27分之125 下行不行 好 麻煩你以後把這些後 整理一下 下行不行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下去 OK 來我們看這邊 老師前面介紹過後 整數型的指數 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分數型的指數 來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以後看到LN次翻 行不行 如果說老師把LN次翻 把外面開N次的時候 這時候如何把這個東西改成指數 來怎麼改 你抓住一個要訣 它本身是L幾次N次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開N次有沒有看到 麻煩你就把次數隨機 這樣就好了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以後看到LN次翻開N次 怎麼改 再一次 本身是L幾次 N次行不行 開N次 有沒有看到 麻煩你把次數隨機 N這樣行不行 好 怎麼說老師 老師來說明一下下好不好 OK 你去想像 比如說老師舉個例子 A可以三番等於5 老師問你A可以四起 老師簡單 A可以三番等於5 A可以四起 5 開幾次 3次嘛 對 沒錯 這是以前寫法 對吧 那老師 歡迎一種想法 你去想想看 A可以三番等於5 什麼叫A可以三番 A可以三番 7K解讀成 A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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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可以四 這三個A可以三成 會等於5 對吧 那你觀察一下 這三個A可以三成 會等於5 那A可以四是多少 怎麼去想 欸 什麼叫5 5 7K解讀成 5的幾次 一次 對吧 這三個相成等於5 所以說 這個A基本上 它跟這5有關 對不對 所以說這A老是把它 假設成是5的m次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是把它 假設成A X把它當作是5的m次 行不行 所以說這三個相成等於5 老師跟它解讀成 好像是5的m次番 乘上5的m次番 乘上5的m次番 會等於5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觀察一下 加一點點心酸 好不好 這三個一樣 相乘次數相加 3m等於1 m次起 三分之一 對吧 所以說這三個相乘等於5的m次 老師可以把它解讀成是5的3分之1乘 5的3分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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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1次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三個相乘等於5 這三個相乘也等於5 可以解讀成5的3分乘 可見這兩個有沒有一樣 有吧 所以說x k寫成5的7次 3分之1次 對吧 所以說你觀察一個現象 x3分乘等於5 k寫成5開3次 這三個x相乘等於5 k寫成5的3分之1次 可見這兩個是一樣的 對吧 所以說以後只要看到 5開3次怎麼改 他本身5 k寫成5的幾次 一次 對吧 開3次的時候 麻煩你把次數的地方多出一個集 3 變5的3分之1次 是出來了 各位 可以齁 所以到這邊麻煩你去把這整個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舉例來說明 OK 好 我們這邊舉例來說明 麻煩你一件事情 老師給你這些根號 麻煩把它變成指數 這樣行不行 怎麼變 其實變化原則很簡單 本身是L幾次 N次 有沒有看到 開N次是把次數隨機 N 這樣就好了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些根號怎麼改 來看一下第一小題 根號5怎麼改 5 本身是5了幾次 一次 這沒有寫代表開幾次 開2次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開2次嘛 所以說把這次數 隨於幾 2變幾 1分之1 這樣行不行 所以本身是5了一次嘛 開2次把次數隨於幾 2 變5到1分之1次 這樣行不行 第二小題也是一樣 本身9 9 9是3幾次 2次 有沒有看到 開3次把次數隨於幾 3 變成3幾次 3分之2次 這樣就好了 第三小題也是一樣 本身4幾 2 本身2是2幾次 1次 開3次有沒有看到 把次數數隨於幾 3 這樣行不行 因為這個東西再分5 有沒有看到 記得 再加什麼號 負號 變2的 負3分之1次 這樣行不行 再來 第四個 本身是2次 2次 2次是3人幾次 3次 3次 開4次 我們看到 把次數隨於幾 4 這樣行不行 因為在分5 所以次數再加什麼號 負號 是出來了 各位 可以齁 好 所以說這邊 老師給大家根號 你去改成指數 這樣行不行 好 老師現在再訓練大家 我給你這些指數 麻煩把它改成根號 這樣行不行 改原則很簡單 你就抓住這個公式 這樣就好了 來 怎麼改 老師慢慢來齁 其實要把這些指數 改成根號 是怎麼改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 麻煩你看這個分子的地方 看這些分子的地方 這樣行不行 你觀察一下 本身六的一次司起 六 除以二開兩次 對吧 所以說最低 本身六的一次司起 六 除以二開兩次 所以說再開兩次 記得裡面要結期 六 所以結出來司起 更好六 本身是五二兩次司起 二十五 除以三開三次 這樣行不行 記得裡面再結期 二十五 這樣就好了 本身五的一次司起 五 除以二開兩次 但看清楚喔 這邊有符號在分母 所以說在分母的地方 開兩次 數字本身還是寫五的一次司起 五 下次就好了 這也是一樣 本身二三番司起 八 除以四在分母 對吧 除以四開四次 符號在分母 這樣行不行 所以本身是二三番司起 八嘛 除以四開四次 符號在分母 所以說在分母的地方 開四次 懂得嗎 本身數字還是寫幾 還是寫二三番司起 八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後 可能同學會有點凌亂 對吧 老師整理給大家 老師到底怎麼改 來我們看這四個 老師整理一下 其實喔 改字很簡單 本身主要都是幾次 這個三次 本身二三番司起 八 行不行 加了符號時候 代表這個八 再分母 八分之一 除以四 修飾這個八 要開四次 裡面還是寫幾 八 行不行 所以本身三次十二三番司起 八 加了符號時候 是修飾這個八 要再分母 所以寫出八分之一 除以四 是修飾這個八 要開四次 這樣行不行 而這個也一樣 本身是二幾次 三四次起 八 翠四開四次 符號再分母 在分母的地方 開四次 裡面數字本身還是寫幾 還是寫八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只要這邊寫三次 有沒有看到 數字都四起 二三番都四起 八 八 八 符號 是修飾這個八 要再分母 所以是修飾這個八 要開四次 所以說這樣 又要開四次 又要再分母 所以說寫出來 是八 開四次 分之一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到這邊 你把這整個觀念 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OK